孙力军政治团伙六官员 全面审涉敛财过议员 傅政华受贿案一审开庭 中国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 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 首个涉嫌寻私亡法罪的老虎 被指担任北京公安局长期间 包庇涉严重犯罪的弟弟傅魏华 隐瞒不报线索 致使傅魏华长期未被追溯 情节特别严重 中国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 被控受贿及寻私亡法 星期四7月28日 在吉林长春一审开庭 卷入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六名官员 致此已全部受审 学者指出 官方本月加紧审理孙力军团伙案 以便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的消息 傅政华星期四 在长春受审案件有两部分 其中受贿部分是公开审理 寻私亡法部分 则因涉及国家秘密 不公开审理 停上案情揭露 傅政华2005年 在北京公安局副局长任上 开始受贿长达六年 他2020年5月离开政法系统后 仍继续大肆敛财 共计一亿1700万余元人民币 夏同 2400万新元 与孙力军 中共江苏政法委员书记王立科同样敛财过亿 傅政华也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 首个涉嫌寻私亡法罪的老虎 他被指2014年至2015年担任北京公安局长期间 包庇涉严重犯罪的弟弟傅卫华 隐瞒不报线索 致使傅卫华长期未被追溯 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中国刑法 循私亡法罪者最少将被罚有期徒刑5年以下获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 则将被罚有期徒刑10年以上 据通报 傅政华当庭表示认罪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67岁的傅政华是河北联县人 出身公安系统 任北京公安局长期间 曾因扫荡天上人间等知名夜店名造一时 他后来担任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在政法系统颇具影响力 傅政华去年10月 在担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被调查 是中共十九大以来迄今落马的四名十九届中央委员之一 他今年3月被双开 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 4月被逮捕 当时通报中出现不少罕见且严厉的措辞 指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行极为卑劣 危害中共的集中统一 更是首次出现 傅政华在7月11日被起诉前 孙力军7月8日也在长春一审开庭 被控受贿6亿4600万余元 非法拥有两支枪支 首名被控上法庭的孙力军团伙成员 是去年9月在河北唐山受审的上海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 之后被指参加团伙的重庆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 山西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 王立科也先后出庭 学者 加紧审理孙力军案争取20大前有审判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务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 官方近期加紧审理孙力军团伙案 争取在20大前给出审判结果 为20大的召开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 同时继续释放中共对腐败零容忍的信号 震慑腐败分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中共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强调管党治党 一刻也不能放松 必须常抓不屑 紧抓不放 必须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唐任务解读说 上述表态是为二十大定调的其中一部分 强调中共将把反腐败坚持到底 根据唐任务做过的调查 2012年十八大以来 民众对中共中央满意度最高的就是反腐败 他说 对付政华的审理显示中共继续刀刃向内 既能让民众对公减法重拾信心 也在二十大前提升民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 北京政协员副主席于鲁明星期五 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60岁的于鲁明过去长期在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工作 今年4月落马 5月被免去北京卫健委主任职务 本月18日被双开 中纪委通报指他为官不连 涉通过民间借贷 获取大额回报等违法行为